看看各地疫情 台灣新增7宗新型肺炎病例 其中一個患者是外國人 可能早在3月的時候已經染病 患者是一個比利時工程師 5月初持工作簽證入境台灣 當局最初不排除他是本土感染 到了晚上 疫情指揮中心說調查後發現 患者在3月的時候 在比利時曾經出現 失去臭國和美國的徵狀 亦有可能當時已經染病 當局正是追蹤他在台灣的接觸者 台灣至今累計有470多宗病例 大部分是境外輸入 本地零確診超過3個月